尤其现在天地正在讨报 我以前曾经讲过 天地如果讨了一些要被讨报的人 功名利路讨回来 这些功名利路不也在那儿吗 放着也放着要给谁呢 想不想要 看你们在吃饱像两眼无神的 要不要要要要要要要 我本来也是两眼心中 一看你那么有趣的画面 我像劲儿来了是不是 太可爱了 就是这样 是不是 我不讲过吗 所以天地之间 现在为你准备礼物相当丰盛 左边也是礼物右边也是礼物 前后左右都有礼物 就是你拿不拿得到 你吃不吃得到而已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福分 但是你如果到处斤斤斤计较 你的福分就被你的斤斤计较掉 如果你是一本初衷 就说你知道什么是对或错 但你不会因为外面的时局 环境 怎么样的情况被影响 你还是做你可以做的事 那你在顺的时候也这么做 腻的时候也这么做 那你腻的时候做这个 那我告诉你 功德加倍 为什么 患难见真心 是不是 所以什么时候是真心显现出来的时候 价值特别连城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你的加减法跟天地的加减法不一样 但是天地给你的加减法 往往是顾及了非常非常多的 东南西北中发财 是吧 全部都顾及到 我前两天看那个 那个台中厂的一个 原能的这个精英会 我看到邀请贵宾 广信跟贵宁 我本来忙啊 我本来没看 后来是我们台中的围庭 说刚好带他们家那小弟弟来 他抱着 说可不可爱 我一看还真可爱 然后他就把这个直播的link给我 结果我就看 结果我一看 在听听 哇 我这会儿才听懂 这个一连串 他们祖孙二人 获得的东西还真多 这礼物还不是一桩 是一波一波的来 所以感觉到 天地的爱无所不在 这个也许是放马后炮的 倒是吹几口气也是不错的 是不是 总而言之言 言而总之言 就说你真心天地就绝对不会让你留白 那绝对 你听听他们的这个故事 这只有 我看只有小说里面写的剧本吧 现实人生里面有哪一个人曾经遇过这样的剧本 我看很少 就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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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了